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章节 是记载在新约的马可福音一章29到31节 他们离开会堂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去 雅各和约翰也一到去 西门的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 耶稣一到他们就把他的病情告诉耶稣 耶稣去看他 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 他的热退了 就起来接待他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读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从第29节到31节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到西门彼得的家 帮他的岳母治病的故事 我们一开头要先解释一件事情 为什么圣经有时候看到的是彼得 有时候看到的是西门 西门是彼得的西伯来名字 彼得是西门的希腊名字 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如果有好几种语言 他很可能有好几种名字 就好像在今天你叫张德琳那是我的台语名字 你叫张德琳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叫Andrew Zhang那是我的英文名字 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叫张德琳 1950年那个年代出生 我们那个时候的男生 没有到阿桃 没有到金贵 没有到阿公 阿妇 阿狗 怎么张牧师取的名字还稍微还优雅一点点 很简单 我爸爸从二次世界大战从南亚回来 他去住在一个律师的家 那是一个福建的一个大法官 他退休来到台湾开业 那我爸爸懂一点中文 他就去当他的书记 结婚生孩子 一想说哎呀 这个福建大法官对汉字的造语比较深 写个信 说请你帮我的孩子取名字 回了一封信 有德之人天至林儿 取名德琳可也 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做德琳 不要叫我英文名字请不要翻成达林帐 那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彼得是结过婚的 所以天主教会说 教皇都没结过婚 如果以彼得为第一代教皇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彼得是结过婚的 他没有结婚知道哪来的岳母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那而且照教会的传说 彼得的妻子一直是彼得传福音的好帮手 甚至到彼得最后要训道 很熟悉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是 彼得被道定在十字架上 在这个故事之中 其实是彼得跟他的妻子一起殉道 我要举一个经文 不是一个经文 一个文献给大家听 在早期教父的一些著作里边 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叫《杂记》 在第七章第六节 这样记说彼得和妻子一起殉道 彼得要在被道定十字架之前 先看他的妻子受苦刑 杂记又这样说 彼得看到的妻子被带到死地 就为他的蒙昭归向天家而欢喜 他鼓励安慰他的妻子 轻轻叫着他的名字说 要纪念主 彼得有妻子有岳母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说 彼得的岳母害着热病 那这个热病到底是什么热病 说实在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 有一些圣经学家说 这个热病很可能是马尔他热 有人说可能是间歇性的热病 好像我们今天常热病 那有些人说不是不是 那是玛拉利亚就是涅疾 不管是哪一种病 就患热病 这个像威兰巴克雷 如果你看他的注解 他就比较倾向 很可能是孽子 因为在那个年代 孽子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不只是在那个年代 到十九世纪的台湾孽子 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圣经记载说 有人去跟耶稣讲 彼得岳母害得热病 那耶稣就去探望他 拉着他的手 他就起来热就退了 我们注意后面的记载 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念 现在台译译本说 耶稣走去牵 他的手把他扶起来 他的热就退去 手把他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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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耶稣进去牵着他的手 他起来热就退了 热就退了 经文不得寄到这里了 最后一句话怎么写 他就服侍他们 他就用刚痊愈的身体 服侍耶稣以及他的门徒 这样的记载经文 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彼得岳母是一个会 回应上帝恩典的人 有一个人 我这样讲 有没有人领受恩典 却不回应 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 有没有人受父母亲的照顾 却对父母亲不孝 有啊 这个还要举例吗 这在你我周遭不都是 不都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吗 我曾经看过王尔德 这个出名的剧作家 我想我不用多介绍他了 他有一篇他写的短篇小说 他自认为是最精彩的 这篇短篇小说 他把它取名为可怕的美妙 美妙怎么会可怕 他的故事是这样写 然后基督从一个很单纯的环境 走向一个奢华的城市 当他经过一条街道 他听到上面有声音 抬头一看 有一个年轻人 最卧在窗台前 基督非常不舍就问他 年轻人 你为什么在醉酒中 浪费你的青春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主啊 我原本是一个长大麻疯的人 你把我治好了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你治疗好以后 我看那个酒精 我就用酒精拿麻痹我自己 主耶稣又继续往前行 他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跟着一个妓女 耶稣很不舍的对这个年轻人说 你为何在淫乱中消磨你的灵魂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主啊 我原本是一个瞎眼的 你把我眼睛治好了 我张开眼睛就看到这个女子 我只能跟这个女子鬼混 其他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当耶稣在往城的市中心去 他看到有一个老人 蹲着捐躯的那个捐躯的他的身体 在那里哭 耶稣问他说你在哭什么 他说主啊 我原已经死亡了 你让我从死里复活 你让我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只能蹲在这里哭 王尔德把他这篇小说说 这篇小说他写的最精彩 所以世界上有好多人 受到很多人的恩典 都不知道回应 这篇小说告诉我们说 世界上有一种美妙 不过那种美妙 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不会回应 结果这种美妙变成可怕的美妙 当一个人滥用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悯的时候 那是成为一个 不会回应上帝的恩典的人 这样的人是活在可怕的美妙之中 回应英文是response 跟他相关的一个字叫responsibility 什么意思 责任 换句话说在英语的系列里面 在讲英语的人的思考当中 一个会response的人 才是一个有responsibility的人 什么意思 会回应的人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什么叫责任 就当你领受到父母亲朋友 陌生人对你的恩典的时候 你会对这些人感激的回应 那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所以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父母 他应该认真教导孩女 照顾好家庭 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气氛中成长 成为将来的栋梁 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孩子 应该不要让父母亲担忧 好好把你自己上帝给你的恩赐 发展出来 直到有一天上帝在呼唤你说 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很从容地回答 我在这里请财前往 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老板 应该善待员工 不要有了一点点钱 就开始小三小四小五 我真的看不起这种人 你觉得你很厉害吗 你觉得很受羡慕吗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 怎么天下中有这么卑鄙的人 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功能 应该禁止在他的工作上 不要想说我这只是一个小螺钉 我告诉每个工人都这样想 那个机器的螺钉全部松掉 完全无法运转 一个领受过上帝恩典的老师 应该好好准备 失者所以传道授业 怎么样 解或也 你应该准备好一切 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指引他们走往正确的方向 这才是一个好老师 即使你的答案是跟当时的主流对抗 你都应该这样讲 我跟你们讲我是老师 在白色恐怖的时候 我受过一点点苦 不过我今天回头看那样的日子 我感谢上帝给我那样的试炼 你们要听我那样的故事绝对精彩 我的故事还弄到总统府去 那你就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 可是我坚持一件事情 我在课堂上讲的东西 就是我应该讲的东西 你要记录也好 你要往上报也好 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失者所以传道 那个道是真理 如果一个老师都害怕 你怎么能教出一个坚强的孩子 一个学生应该努力学习 把你的本分学好 到有一天这个社会需要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回应这个社会 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我在上一堂讲道的时候 我特别提醒长老会的崇拜的意义 你会注意到长老会的崇拜 很多都是敬后上帝的话 恭受上帝的话 回应上帝的话 到后面是恭行上帝的话 整个崇拜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所以整个讲道的中心一定是讲道 我最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会 我在一个小团体里边 我再跟他们分享这个剧 是这样子的崇拜的程序 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最早把讲道放在崇拜的中心的人 第一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 马丁路德 他第一个把讲道放在整个的中心 因为在他之前 不管在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或者是Annican Church 都是以礼仪为中心的神学 所以你像天主教徒在台湾 如果以礼仪为中心 那你能够参与些什么 你就在看那个礼仪 不断地重复那个礼仪 在看礼仪中间参与礼拜 所以在台语里边说 望弥撒 在我们的语言里边说望弥撒 那个望有意思 是用看来参与 不过进入整个的长老中 或者是路德中 以及进信会 这样子的系统的教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讲道成为礼拜的中心的时候 一个信上帝的人 在台湾会怎么说 听得理的 听啊 你是参与崇拜 听上帝话语的人 整个崇拜是以上帝的话语 以圣道与基督为中心的崇拜 我们中间有一个 要马上要回美国 他说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以圣道跟基督为中心的崇拜 在讲完道以后 后面的奉献 后面的分享 去理解别人的喜乐与苦痛 那个都放在回应上帝的话 那个就是 当我听完上帝的话以后 我必须要 有具体的行动去回应 那个回应 我用奉献 我用体会 我用了解 我用关心来回应上帝的话语 我读 克雷克菲林的一个故事 我颇感动 今天我就用这段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作为我的讲章的结束 麦克菲林是世界上 盲人运动家里面的奇葩 他从八岁一直到二十五岁 那么十七年之间 参加过摔脚 滑雪 田径等等的比赛 总共获得136面的奖牌 那么其中有143面是金牌 那么他用努力让人感受到 也知道 他只是某方面的不方便 只是眼睛看不到 这不阻挠他追求卓越 他后来曾经把他的奋斗过程 他个人的人格 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做到的 你看都看不见 走路都要靠一只拐杖 你怎么可能在四藏运动会里面 拿到全世界的这样的比赛的冠军 这么多次 他说如果依据我的理解 我这个人大概有几种特色 第一个 我看重自己 我不因为我看不见 我看清自己 每天在哀叹中过生活 第一个 我自尊 第二个 我尊重他人 第三个 我有独立的个性 第四个 我会做梦 年轻人 你会不会做梦 第五个 我这个人非常热忱 美国的中学总共有1600个学校 请这个人 把你这五项特性 到每一个中学去讲 鼓励他们 如果我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 都可以做得到 你凭什么说你做不到 麦菲林他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圣马利亚市 郊外一个小乡镇 两岁的时候一个无知的儿童的游戏导致失明 我们这有时候小孩子拿那个锤 出来出去 一边弄到眼睛 眼睛就吓掉了 不过他没有被四丈打败 他反而独立自主 他父母亲上帝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父母亲 以无比的爱心帮助他 让他感觉他跟那些明眼的孩子没有不一样 为了证明四丈并不限制他 也不会让他在明眼当作主流的社会里边 成为他的障碍 这个人参加过摔脚田径滑雪滑雪等等的比赛 从九年级开始 他努力锻炼身体 我念给大家听 凌晨起来跑步 一天之内总共做仰卧起座伏地挺身各五百次 做得到吗 你去试试看 我要看你做到第一百下 剩下明天做 除了运动之外 我非常惊讶这个人还拿到证券分析师 怎么拿到的 这个人喜欢唱歌 竟然还灌了两张CD 这个人还活着 这样如果来台湾 我真的要问他 你怎么考上证券分析师的 我完全无法理解怎么做到的 他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 有一次他出差 到那个地方住在hotel里边 那个hotel很高 就把他安排在二十二楼 注意我们如果这方面行业的人碰到四障 最好不要跟他安排二十二楼 一二楼就好了 万一火灾 我跟你讲 那一天就是火灾 他这井云大作 他当然拐杖拿着 那个拐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寻着四障的人的路砖 这样一直走 所以我顺便提醒大家 万事拜托 四障走的那个路 请我们不要堆放东西 你会阻碍他走路 我看很多店就把他的东西 就我的需要为止我管你看得到看不到 那是一个非常没良心的行为 他就顺着那个路这样一直走着 别人你可以知道那是眼明的人 然后我用跑的转弯的地方抓了就哭下去了 他即使快走 他速度相对还是很慢 结果到转角的地方 他听到一个声音 Help 请帮帮我 他之后在回想的时候说 感谢上帝让我眼睛看不到 因为我眼睛看不到 第一个我速度慢 所以我听到了 感谢上帝我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的耳朵特别发达 我听到了 然后他过去摸摸那个人 发现那个人是一个老太婆 做着轮椅 他的四障的经验让他知道 一个中风的一个年纪大的做着轮椅 那个轮椅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就好像他的拐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你知道最后McFerland怎么做吗 把整个轮椅就这样背起来 从二十二楼一楼一楼的往下走 一天坐五百个福地挺身 一天坐五百个仰墨起坐 他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锻炼他 不过到第五楼的时候 他事后回想 我已经筋疲力竭到第五楼以后 他每踏一步祷告一次 主帮助我 每踏一步祷帮助我 这样从第五楼一直走到下面 他达成了 他救了他自己也救了这个老夫人的命 他自己这样讲 上帝让他失明 让他一生锻炼身体 他说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刻 在他信仰的眼睛里面 时间是有意义的 发生这个苦难是有意义的 那是上帝极大无比的恩典 对一个可能怨炼一辈子的人 伤了眼睛怨炼一辈子的人 他完全无法体会 这个人怎么在那样的情况 还可以感谢 他说感谢上帝让我失明 如果不是我在转角处 绝对没办法发现那个妇人 如果不是 我后来不会去参加比赛 然后锻炼身体 我不可能从二十二楼一直走到楼下 这个人 说他一生接受别人的服务 在这个特别的晚上 让他有机会回应上帝跟邻居 以及社会的爱 他说理所当然 他有一本英文自传Inner Vision 他在里面这样写 我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上帝慈悲的怜悯在我前面 那一条路往前延伸永无止境 这是一个会回应上帝恩典的人的故事 让我们从这里得到启示 让我们得到这里启发 也求上帝帮助我们从这个故事 从今天我所讲的话 我们得到力量 让我们受到上帝以及邻居的恩典 父母亲的恩典 朋友恩典的时候 让我们成为一个会回应恩典的人 记得圣经这样记 当彼得岳母发高烧 耶稣进去牵起他的手 他得权益以后 他就起来服侍他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保守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告白我们的信仰 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信心 有盼望 有仁爱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信你也愿意信任我们的邻居 帮助我们有对未来有盼望 也盼望因着我们的参与 让双联教会让我们家庭 让台北让台湾 让我们周遭的国家全世界都得到利益 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永远警醒 因为我们知道永远的警醒是 得到自由唯一的路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说 我们愿意爱你 我们愿意爱你 但同时我们也愿意爱邻居如同自己 如果我们这样不这样告白 我们信心盼望跟忍耐天父 我们就把这共同的生命成为死亡 保守我们今天聚会 保守我们今天所听的 保守我们事后的行动 今天是大专业事工纪念主日 求祢帮助我们 帮助那些做学生事工的人 在他们有缺乏的地方 帮助我们学习 帮补他们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旨的主耶稣基督师名求 阿们